各位观众,现在这个作业呢 叫做直播录影 或者是录影直播 这里做录影,这里做直播 各做各的share 那么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拍来后置用 这里拍来怎么直播用 或者是说这里录影 这里也录影 这里是分享用 那第三个用法就是这里拍广角 上面再拍广角 这个拍特写 那么回来剪接的时候 就有广角跟特写的作业功能 那么剪接起来会有层次 远近都有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在稳定器直播上使用的 稳定器直播上使用的 那我们这个注意几个 注意事项就是说 稳定器量拿到能够低脚为原则 现在低脚是完成的 然后再来就是拍摄上来讲 我们会做一些调控 这些调控包括了就是 它的这个抖动还有角度 那么这个目前来看起来 是没有问题的 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灯光 它灯光 它的灯光蛮强大的 它可以开灯 它可以开灯 火光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基本上就亮亮的 该有的都有 至于就是说 刚刚找到了它的控制 有找到它的 我刚才正在找 那我们就先这个样子 就是说 AX700搭配了iPhone苹果手机 搭配了这个叫做 Wilby 3的一个稳定器应用 那这是转播用的这个控制器 好谢谢大家 谢谢